總統我們要請教一下 還是台北市長選舉的問題 因為你昨天說不方便講 今天這個場合應該比較適合一點 因為民進黨現在決定要自提人選 不過陳景峻覺得說應該還有轉圜的空間 您覺得還有可能再合作嗎 基層是希望說可以提一個比較強的人 包括陳菊、賴清德都被點名 昨天菊姐一番談話被解讀說是鬆口 您的解讀是這樣嗎 我今天還沒看到他 我不知道你講的鬆口是什麼意思 他昨天講話的內容 如果我看報紙的報導的話 很正常 他平常就是這樣講的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鬆口的問題 那你挺可能嗎 因為好像聽說 就是要寫你的命令 就是去郵稅可以去出席 這是哪裡來的消息 你告訴我 秘書長應該要否認 你為什麼要急著否認 秘書長要否認 你剛才講的那個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民進黨內確實有一些人選 可以來做考量 我也相信選隊會 現在已經開始了 他們的評估人選的程序 我相信每一個可能的人 他們都有興趣的 會去找選隊會來談 沒有想過的人 或許他也可能是可以被考慮的 經過別人的推薦 或者選隊會也會考慮 但是這個過程 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夠 多點耐心 時間到了 這些一定的事情 事實做得解決 我們跟內相公的來談戴 總統轉圜的那一題你還沒有答 有轉圜空間嗎 什麼叫做轉圜 就是還有可能合作啊 那在董事的問題 還有可能跟柯文哲合作嗎 中央跟地方本來就是合作的啊 那柯文哲是現任的市長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在他剩下來的第一任的任期 我們中央的很多跟地方 必須要合作的事項 我們還是持續的合作 總統總統我想問一下 因為你知道520了嗎 但最近很多家領調 對於你的這兩年的施政 通常是不滿意 大貨滿意 你自己會覺得有點虧心嗎 那如果就這樣 如果就這一點的話 你覺得哪一個事情是做得最好 哪些事情最好感激 這個民調的問題 我已經解釋過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對於台灣的發展 心中有什麼定見 我對於很多的問題的處理 有沒有方向 那我可以告訴你 我對很多事情的發達是有定見的 我對於很多的台灣 所面臨的問題 不是有想法的 而且我們內閣也都一一的 對於台灣所現在所面臨的問題 都提出了解決的方法 那我們是按部就班的 再一步一步的來執行 我們現在的所有的施政的規劃 那或許有一些人一直感受不到 我相信時間到了 他們一定會感到 感受到說這是一個很認真的證據 也很認真的在解決問題 也一定會有成效 謝謝 謝謝 明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